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欢迎您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 一起读经 一起灵修 诗篇72篇第八节 经文说道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耶税基督必要执掌大权做王 万有的伏在他的脚下 仇敌要坐他的脚凳 在地的山顶上 五谷必然茂盛 传福人的工作是久远的 因为人人需要救恩 并且这不是人的能力 而是神的大能 我们要做的是与神同工 并且见证其机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不能被埋葬的信仰 我们思想 不能被埋葬的信仰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 16章13到20节 马太福音 16章13到20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主治万方 祝国不尽 优优优独播剧场 祝国不尽 民优独播剧场 共赢富足 赐予平成 修造之身 皆当分析 和乡君报 尊重知己 天使不停的受欢喜 一声万里 同意道明 一声万里 同意道明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二十节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 维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 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二十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 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 经文说道 有名录在天上 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 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不能被埋葬的信仰 有种观念在各处散播 说基督教正苟延残喘 奄奄待毙 或者可能已经死亡了 只因太过虚弱而无法躺下来 许多不了解基督教的人士 会这么认为 主要的证据是 当世界最需要的领导时 基督教界却无法站出来 肩负这个重任 请容许我这么说 那些打算埋葬我们先祖信仰的人 是未经他们的主同意 当你耶稣基督被埋葬时 人满心以为他已经完全被除去了 同样 基督的教会也无数次被置于死地 而正如基督的复活 使仇敌惊慌失措 教会也令他的仇敌狼狈不堪 因为他们仿佛 明明已经为他举行过安葬仪式 他却突然重新乐器充满生命力 基督的信仰者 正朝向基督和他的使徒 从前所说的路上走 他的发展方向 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预言了 这本身就是一桩神迹 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 或者他所拣选的使徒 未曾领受启示 他们并不能在遥远的时空里 对教会的未来情况 做出如此精确的预言 真正的教会 是人间神生命的容器 倘若这脆弱的容器 在某个地方打碎了 那生命会在其他地方萌芽 我们对此蛮有把握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 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 要求翅膀 旷野玛纳鼓励你肯切地祷告 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不能被埋葬的信仰 这一题目 英国基督徒文学家 鲁医师说 所谓人类的历史 金钱贫穷 野心战争阶级帝国奴隶 都是人类长久以来的可怕故事 就是想在上帝以外 寻找一些可以让他快乐的事情 马丁路德也说过 人类凭借其本性 是不会想让上帝成为上帝的 事实上他自己想来做上帝 骄傲涉图拆毁上帝的主权 是自己做王 打开人类历史 就是犯罪的记录 历史的大部分都是人 以残暴待人的记载 人离开了神 就是离开生命的源头 结果就是被罪奴役 然后去奴役别人 诈骗集团在诈骗别人以前 已经被错误的价值观所骗过 不要耶稣做王不等于自由 而是等着让暴君来统治 等着受暴君的奴役 提摩凯勒牧师说 如果神不管我们 那其他的事情 就来管我们了 包括我们的罪行和恶习 以别人代替燕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如果神不管我们 我们只会做出 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收到 顺着情欲撒肿而来的败坏 科技不断的进步突破 但是人性并没有 人有的高科技 就用高科技来造假 来诈骗 二十一世纪 人还是撒谎欺骗 还是充满不义跟暴力 还有霸凌 世上的祸害半数起源于 有人想要表现自己有多么重要 以为他是神 罪的工价就是虚空痛苦跟死亡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人们享乐的知识增加了 消费的商品琳琅满目 娱乐活动花样百出 但生命的核心 跟神的关系 却没有任何改变 离开了神 人们就用各样办法逃避 在精神跟生活上 紧抓住他们的厌倦跟无聊 这不是奈米晶片技术能改变的 也不是药物能改变的 因为这是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 核心在这儿 福音就坦白告诉我们 信念这个世界 以及他的难题的根源 没有神 人自然就孤单 万事令人厌烦 眼看看不饱 耳听听不足 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 在人心灵深处 留下一个空处 这个空处 是只有充满万有的神 能够充满的 人是为神被创造出来的 不以神为着眼的欲求 所带来的指挥师 无法承受的压力 华伦威斯比牧师 他说 让我们接受所罗门的结论 免除你在人生实验室中 所必须忍受到心痛跟苦楚 所罗门已经说过了 都是虚空 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 神说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造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人离开了神 就像浪子离家 开始经历蜀林的济荒 威斯比牧师又说 离着神而生活 其实只是存在 并不是真正的活着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 耶稣说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因为信主重生 经历了头一次的复活 开始认识神 开始与神相交 并且直到永远 世人需要福音 今天教会有空前的大好机会 借着福音把人们带回 真正有生命的生活里去 耶稣说 道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当人们在虚空痛苦中面对死亡 耳边会一直有个声音叮咛他 当纪念造你的主啊 那是来自永恒的呼唤 告诉你 人当信主 耶稣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历史的主轴 不是人犯罪的记录 而是耶稣基督的故事 His story 是基督把握在恶者手下的全世界夺回 真理战胜邪恶的记载 构成宇宙的不是原子 是时空里的故事 这故事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 而化分为公元前后 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在铺陈和发展 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给的应许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人类的历史 让人看见神的恩典如何解决人的困境 并且见证 使人把神关在门外的不是知识 是骄傲 叫人向神敞开的不是愚拙 而是谦卑 1980年 孙大中在教会办的下令会里 听见耶稣的词声对我说 我来了是要叫我的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他告诉我 人生有另外一种可能 生命的困境是可以突破的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主见着圣灵感动我 在我心里动工 是我灵魂苏醒 我就信了 当生命的核心改变以后 我发现 靠着神的恩典 人性是可以得胜的 虚空是可以超越的 而且不再害怕死亡 哥林罗前书一章九节 保罗说 神是信使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造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就是连结在他里边 分享他的一切 主是葡萄树 我成了之子 约翰说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神定义将悔改的心 和赦罪的恩赐给他的以色列民 耶稣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把我们这些原本握在恶者手下的人 领进他恩典的国度里 他来就是要恢复神造人原先的目的 基督在教会中掌权 同时也在仇敌中间掌权 这个世界不要耶稣做王 父神却使他从西安生出能力的杖来 他要用杖打破列国 必将他们如同姚江的瓦器摔碎 哥利罗前书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保罗说 再后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予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等神把一些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人间的国会过去 但基督的国是永远的 没有穷尽 没有人能限制 无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 抵挡耶和华 因为神的国 是神从创始以来为他的选民所预备的 所以列国不能征服教会 反过来教会却能征服列国 这是神迹 写着录十一章十五节 约翰说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世界因为人的无知而遭毁灭 也因为神的道被恢复过来 旷野玛纳节目有一集谈论如何读真言 我分析圣经里的诗歌智慧书是神道哲学 基于神的启示的哲学 不同于人间以人为本的哲学 只是对人间智慧的追求跟爱好 而是以神为本 对讨神喜悦的敬虔生命的爱跟追求 人的心灵若没有对神的敬畏跟爱慕 就无法获得这种敬虔的真理知识 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不敬畏神无疑认识他 那神的奥秘就向你隐藏 那些经历过头一次复活 在圣灵里重生的人 如同神创造的时候 圣灵运行在水面上 这些新造的人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是在以马内里的翅膀浮育之下 要跟基督一同坐王一千年的 当主在他们心里坐王掌前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样的丰盛 罪恶被抑制 公义得彰显 强盗变成了传道 爱心取代了仇恨 人的生命改变了 他们不但得见神的国 他们也要进神的国 当基督在大卫的宝座上 行使政权的时候 神国度里的百姓 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甘心牺牲自己 神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 借着基督在他们心里 行他所喜悦的事 他们甘心顺从 整个社会就随之焕然一新 曾有一位英国青年基督徒 叫伯利基 他带着圣经到南美洲最南端的一个岛 去传福音 十二年前达尔文曾经来过这个岛屿 看见岛上的土人像野人一般 经常互相砍杀 他认为去教皇一条狗 还比教皇那里的土人有希望 结果十二年之后 达尔文又来到这个岛屿 他发现 学校盖起来了 有了教堂的建筑 学生循规蹈矩的上课 一到主日 岛民衣着整齐 扶老邪幼的到教会来聚会 尝试赞美神 他惊讶得不得了 询问当地的酋长 酋长告诉他 十二年前来了一位伯利基先生 他带了一本圣经 十二年以后 他却带走了我们千万颗心 他来的时候 我们岛上没有一个基督徒 他走的时候 岛上没有一个外邦人 当1862年 全岛的土人 都离弃偶像 归向真神 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独于真神的时候 当年五旬节 由岛上酋长带领五千多岛迷 一块合唱圣诗 主治万方 从此以后 这个小岛被称作 友谊岛 欧古斯林说 两种爱 创建了两座城 爱自己 以至于轻视上帝的人 组成了世俗之城 爱上帝 以至轻看自己的人 组成了上帝之城 在他所写的上帝之城 这本书里 他写道 上帝用他的恩典聚集起一个伟大的民族 让他们去补满 由于天使堕落 而在那可爱的天城中所留下的空位 天上星辰三分之一被撒旦的尾巴拖着 摔在地上 而义人在天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得救的数目 要满足 因尖跟撒旦的权势虽然凶猛 但主已经得胜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至到永远 万军之人 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大卫的帐幕会倒塌 基督的国不会 汉德尔所写 《弥赛亚神句》里 哈利路亚大合唱里有一句 He shall reign forever and ever 他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 他永远统治 最近苏纳中这儿非常寒冷 但我想到一个人 一热心起来就不怕冷 何况耶和华的热心 这成为侍奉神的人的后盾 有神帮助 有圣灵的火在我们心里焚烧 神过了圣功就能一一做成 今天主耶稣要德国回来 定在耶稣身边的那个悔改的强盗 曾对主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基督是犹达支配中的狮子 最猛烈无所躲避 必要再来 他来要踏进一切不良葡萄 使公义显章 在神国度的发展中 连于真葡萄树的枝子 一面多结果子 一面等待 野葡萄收透了 基督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诈 用铁杖侠管他们 基督教不但是不能被埋葬的信仰 更是详知末日如何 能够应付危机的得胜的信仰 主才宝会是圣灵来帮助我们 引导我明白这一切 他要我明白的真理 让我们赞美主完备的祭文 仰望他在我们生命中信仰的带领 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他 在父神的热心 以及主复活的大能下 我们把他精彩又丰富的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 祖江林的大荣光 他正踏进一切不良 葡萄时空一线张 他已抽出他的目间 打算把出山山的光光 他正立在尽心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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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正在尽心 基督教神与犹太地 美丽真如白和黄 在他心怀满有荣光 使我们改变向他 他生命是世人成神 我与人生解救人 真身正在尽心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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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正在尽心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是习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你 却是爱你 如今虽不得看见 全信你就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你也记得圣灵与我们同住 是我们信你的话 父啊 感谢你 为你爱子的缘故 乐意把国赐给我们 主啊 你是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父已经将你升为至高 又赐给你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君王国度将废去 你的名要存到永远 我们奉你的名 行在你旨意中 就经历你的全能 就享受父神所赐的喜乐平安 感谢你甘心爱我们 牧养我们 把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发光 如同天上的星 求助加增我们信心 把我们带进你国度 真实的荣耀里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冬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 此因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得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为我摆设 宴席 虽然行过 此因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